五代十国中有个吴越国 一听名字就知道位于现在的江浙一带 其势力范围基本上包含了现在的浙江、上海和苏州 在五代十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 其存在的七十几年中 基本上外无大战、内无斗争 这也造就了吴越地区 从唐道宋整体无战争的局面 为中国经济难移提供了绝好的政治环境 吴越国之下的老百姓是五代十国中间最幸福的老百姓 那吴越国为什么可以做到外部无战争、内部无内斗呢 那还是要从首任吴越王乾流说起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慧 乾流,杭州临安人,生于公元852年 乾流出生时,宏光满市 其父以为不祥,就把他丢弃在了井旁 但其祖母又把他抱回了抚养 取名为破刘 于是这口井就被称为破刘井 当时临安有棵大树 乾流幼年的时候 和同伴在树下玩耍 他经常让同伴结为队伍 自己号令指挥 所思号令,严明有度 同伴们都惧怕他 长大后,他行事无赖 不惜耕种 以泛丝言为生 邻居有个做官的叫中企 有指数人 都很喜欢和乾流一起赌博喝酒 中企屡次禁止 儿子们和乾流一起玩 但没有什么效果 江西渝章 有一个善于看风水的大师 他观察到杭州有王企 就来到了杭州 再次占卜 定位的王企来自临安 这个大师和中企关系不错 他来临安找到中企 让他帮忙找到这个贵人 中企把临安富贵之人 喊到一起饮宴 让大师足够观察 大师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自己想到的人 这时候 恰巧乾流 经过中企家门口 大师看到后 大惊道 此乃贵人也 中企笑道 这个人就是我旁边的 钱家小子而已 大师把乾流喊过来 仔细观察 对中企说 你之所以富贵 就是因为这个人 你天生异象 希望你能自爱 然后和中企告别道 我来找贵人 不是有所求 只是想印证我的法术而已 说完 转身就离去了 从此 中企不再管输自己的儿子们 和乾流在一起 还经常的接济乾流 乾流善于其色 喜欢神用长硕 也读了一些书 公元875年 王盈作乱 当地守将董昌 招募襄勇 讨伐王盈 乾流至高奋勇 加入了董昌军 董昌任乾流为拼将 乾流带兵击破王盈 之后 皇朝带兵数千 前来江浙抢掠 抵达到临安 乾流对董昌说 咱们兵少 而贼兵众多 正面对抗 肯定打不过 应该出骑兵偷袭 于是带领精兵20人 埋伏在必经之路的 山谷之中 皇朝先头部队经过时 乾流用强弩 射杀其先锋将领 贼兵大乱 乾流带着精兵冲杀出来 斩首白鱼 然后带兵来到八百里 八百里是个地名 他和路人说 后面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说 临安兵屯八百里 皇朝来到此处问路 路人按乾流安排的回答 皇朝大惊道 之前十余人都如此凶猛 何况还有八百里 于是 积极的带兵救走 不再抢掠 时任这席都统的高品 直到董昌兵 下得皇朝不敢侵犯临安 上表推荐董昌为杭州赤史 董昌造极杭州各县之兵 改编为八都 任乾流为都指挥使 成吉任靖江都将 公元882年 粤州观察室刘汉红 因和董昌关系不和 带兵前来攻打杭州 乾流带八都之兵 大破刘汉红军 之后又不断的雄追猛打 刘汉红假扮屠夫 才侥幸逃到姓名 刘汉红回到越州 重新组织兵马 和董昌对抗 公元884年 朝廷前史 前来调解双方矛盾 但董昌和刘汉红 都不领情 继续对战 后来董昌 派乾流 成吉 带兵趁夜 偷袭越州军大营 越州军大败 乾流攻下越州城 刘汉红逃到台州 被台州刺史绑住 送给了乾流 乾流斩杀了刘汉红 及其家族 董昌占据了越州 公元887年 朝廷任乾流 为杭州刺史 董昌为越州观察史 后来乾流升任 杭州防御史 当时杨行密和孙儒 争夺杨州 宣州等地 乾流就出兵 占据了苏州 润州等地 孙儒战败 杨行密向东 又夺下了润州 但苏州 还是被乾流占据 之后 朝廷升越州 为常威军 董昌为解渡史 加封 农西郡王 升杭州为武圣军 乾流为都团链史 其间 他网络天下英才 五代时期 著名的文学家 罗尹 归附了乾流 公元893年 朝廷改武圣军 为镇海军 任乾流为解渡史 公元895年 董昌受妖人迷惑 竟然自称皇帝 国号罗平 董昌把自己 麾下之兵 分为两军 中军穿黄衣 外军穿白衣 两军衣服上 都写有归翼二字 之后 董昌写信给乾流 希望乾流能归附他 乾流不但 没有归附董昌 还上咒给朝廷 说董昌已返 唐昭中下咒 缺去董昌官爵 加封乾流 为彭城郡王 这种招逃史 让他前往征讨董昌 乾流对不下说 董昌有恩于我 不能就这样直接开战 于是他带兵三万 囤兵迎恩门 前使到董昌处 劝其改过 董昌用两百万钱 犒劳乾流军 把妖人送到了乾流军中 自称毁国之心 于是乾流带兵而回 不料董昌 竟然暗中联合央行密 起兵攻打乾流 乾流派遣大将顾玄武 攻打董昌 董昌部下都是佣人 不善佣兵 基本上都是一蹴而愧 只有董昌的直至董真 骁勇善战 和顾玄武打得旗鼓相当 双方对战一年 不犯胜负 但没想到 董昌竟然因小人进禅 杀了董真 随后董昌 被顾玄武打败秦柱 顾玄武押解董昌 去杭州 走在半路上 董昌说 我和乾流一起从乡里发迹 还曾用他为大将 现在有何面目见他 于是投河而死 朝廷得知 越州以平 改威胜军为镇东军 受乾流为镇海镇东两军 结束使 加简孝太尉 中书令 使棉石铁券 可保九死 至此 乾流掌握了浙江两军一十三州 之后和淮南央行密 反复拉锯 最终和淮南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边境线 公元902年 朝廷封乾流为越王 不久 其部下徐晚叛变 带兵攻打杭州 乾流此时还在外地巡游 不在城中 城中首将顾玄武等人 在其长子千川英的带领下 奋力抵抗 才保住杭州 乾流回来后 担心岳州趁机兵变 想让顾玄武前去岳州镇守 顾玄武说 岳州并无大将 不用担心 现在反而应该担心 淮南的杨新密会派兵 增援许晚 于此乾流 先一步 让自己的儿子千川冠 在顾玄武的陪同下 去扬州做人质 向杨新密求和 果然 此时杨新密 已经派田军 增援许晚 千川冠到了扬州 设法娶了杨新密的女儿为妻 杨新密才召回田军 许晚吴外元 被乾流消灭 之后 乾流用钱百万 把乾川冠换回 公元904年 乾流被封为吴王 他建立功臣堂 立背继功 锁列将校名单 打五百人之多 公元907年 朱温篡堂 封乾流为吴越王 穆兵劝乾流 拒绝梁国寿命 乾流笑答道 我岂能 失去像孙仲谋一样 割据江东的机会 于是 就接受了梁国扯封 公元909年 魏权讽被吴国周本打败 其帝 信州赤使 魏子昌 逃到了吴越国 乾流讨厌其姓氏 改其姓氏为元 魏子昌后代 在吴越做官 还多次担任宰相 乾流治国期间 上尊中原 下爱百姓 法度严明 始终以保定安民 为刑事原则 他有个爱及郑氏 郑氏父亲 犯法当时 左右之人 替他求情 乾流怒道 问一个妇人 难道要老乱法纪吗 于是杀了郑氏父亲 当时前唐大潮湍急 附近百姓无法中田 乾流决定 修建大堤 奈何潮水势头正猛 数次冲坏所修大堤 乾流为鼓舞士气 他算准退潮时间 让氏族 做五百强弩 射击潮水 没多久 潮水退去 世袭大振 乾流连忙让人 到山中才巨石 修建大堤 因此才得以修建成功 吴越在乾流的治下 经济繁荣 百姓安居 他还礼先下士 引得文人来头 因此吴越人才积极 以裸颖为代表 文艺氛围浓厚 公元913年 乾川英在和吴国打仗时战死 公元917年 梁祖朱友真 加封乾流为天下兵马元帅 准其设元帅府 于是乾流开府直观 队内已经完全是一个朝廷了 公元923年 李存旭灭掉后梁 乾流前使 称臣上贡 求预测 唐国众臣都说 非天子不能使用预测 但最后李存旭 还是赤了预测经营给乾流 乾流得了预测 让其子乾川冠 担任镇海震东两军接受使 自己自称是吴越国王 设置朝廷 加封百官 吴越由此建国 他还前使 撤封了新罗 渤海等国 海外诸国 都拜乾流为君长 公元926年 乾流虽被称帝 但改元保证 李治元即位后 乾流写信给安从慧 但信中语气傲慢 安从慧前使 到五月过节问 虽然乾流 对死者以礼相待 但死者被安从慧 暗中受益 回来后污蔑乾流 安从慧就削取 乾流爵位 让他以太师之事 乾川冠上表深冤 但被安从慧阻拦 后来安从慧被杀 李治元才恢复了 乾流的官决 公元932年 乾流病重 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就照入乾川冠 把印寿全部相传 并和他说 以后世世代代子孙 都要奉中原伟大 就算是中原改朝换代 我们也千万不能失了大礼 切记 切记 没多久 乾流病死 享年81岁 李治元为其商事号 为武术 乾流死后 浙江百姓 请求为其立庙 两年后 其庙建成 香火连绵不绝 吴岳仁称其为海龙王 乾流死后 其子乾川冠即为 改名为千元冠 千元冠遵照其父 治国策略 使得五月地区 继续保持着繁荣发展 相比之下 五月南面的敏国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虽然 敏国也有第一代敏王 王审之 历经图治 但他的儿子们 却荒淫无道 内斗不止 那句题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你动动手指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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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